记得之前有朋友留言,说可以讲讲历史上的民间宗教,正好今天我们讲个有趣的故事,史上最无厘头的农民奇异,天理教奇异。 没听过天理教没关系,看过周星驰的这部电影吧,影片中反派一哥赵无极就是天理教的,赵哥领导天理教造反,结果被苏灿用降龙十八掌拍成了坟墨。 赵无极造反虽然是虚构的,但虚构的东西往往不是凭空想象的。 1813年,嘉庆18年,大清确实发生了天理教奇异,奇异的套路和影片中类似,即对大清皇帝实施斩首。 为什么说天理教是史上最无厘头的农民奇异呢? 对比一下农民奇异的样板,太平天国奇异,你就会发现,天理教奇异绝对是中国古代农民奇异中的一股清流,造反的领导都是逗逼,造反的计划匪夷所思,造反的过程充满黑色幽默。 造反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即使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奇异,要想不被扼杀在萌芽,很多跟造反有关的工作,都需要在其事前做好万全的规划。 比如,造反的实际选择,造反的团队组建,造反的目标和统一战线,造反的准备和战略,领导头目的自我包装,宣传推广的基本方法等等。 毕竟,这项工作不成功便成人。 今天,我们就从这些方面分析一下1813年林青领导的天理教奇异。 1796年至1804年,川主白连教奇异后,大清帝国由胜转衰,为了镇压这次奇异,大清政府几乎动员了所有能调动的兵力,最终花了一多两白银才摆平此事,国库为之一空。 农民起义是一个王朝危机的最集中体现,透过现象看本质,大清已不是康钱时期的大清。 土地兼并和流民激增,帝国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政治腐败和财政危机,帝国的控制体系开始削弱。 大清帝国已然危机四伏,社会危机不断加深,贫苦人民需要精神寄托,宗教的生意又火爆起来。 佛教和道教教义复杂,还需要出家才能修行,不对普通人的胃口。 北宋时期,有高人把佛教净土宗的普遍教义与中国传教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白连教。 这是一款专为底层人设计的宗教,入教没有门槛,教义通俗易动,修行简单省事,不用提法,不穿僧衣,在家就可以修行,夜举小散。 不耽误白天干活,不影响夫妻生活。 白连教不仅给苦逼的人以来世的希望,还给人以现实的温暖。 领导们平时会传授教众经文、符咒、悬术、经座、气功等生活实用小技巧,也会经常下基层送温暖,给教徒治病,解决困难等等。 如此人性化的宗教,对苦逼的底层屁民具有致命的诱惑,不火没天理。 到了清朝,白连教的发展已遍布全国,与后来大名鼎鼎的天地会一样,白连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发展出了奔朵分支,五花八门,有点本事的大师兄都可以自创门派。 组织虽然涣散,但是涣散有涣散的好处,不会被政府一网打尽。 嘉庆年间,林青整合荆基、直立、山东、河南等地的白连教分支,如荣华会、青阳教、大成教、白阳教、红阳教等,以及八卦教中的镇卦教、黎卦教、殉卦教等创建了天理教。 关于天理教的起源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林青,天理教的发起人,以其七零年出生于大兴,经北京大兴区,一个普通小吏家庭。 入教之前的林青在药店当过学徒,在城门干过耕夫,在衙门干过小树立,与亲戚合伙开过茶馆,偷越过边墙,还承包过工程。 之后,林青南下苏航,在衙门当过跟班,在江湖跑过游衣,在大运河上做过欠夫,后又回北京与人合伙开鸟店,卖安纯。 总的说来,林青是一个很失败的人,不仅吃喝嫖赌,而且干啥啥不行。 按照功力的价值观来看,林青绝对是一个烂仔。 换个角度想一想,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难道林青就没过人之处吗? 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头脑灵活,能言善辩,生性慷慨,敢想敢干,心理素质好,抗打击能力强,关键的是,他还有附属技能,跃动医药。 这样的人才,注定不会普通。 1807年,林青加入了八卦教中的砍卦教。 林青加入砍卦教,犹如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靠着优秀的综合素质,林青很快脱颖而出,跻身砍卦教首领。 成为教授后,林青对内整顿教武,对外积极扩张。 凭借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开拓进去的精神,砍卦教迅速发展,意气绝尘,成为直立地区最具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教派。 传销也罢,传教也罢,革命也罢,其实道理都差不多,无非就是怎样吸引别人入伙,怎样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林青平直觉就能抓住底层人的据点,他宣称弘阳节就要来了,只有入教之后获得奉天开刀的小白旗才能免货,一句话,入教才能活,否则都得死。 出于恐惧,很多人请求入教,但是入教并不是免费的。 林青规定,加入砍卦教,需要教跟基钱,跟基钱不分多少,教得越多,以后回报越多,回报分为钱,土地以及官职,教众可以自由选择,预定之后双方签订合同。 林青的做法其实就是民间私募,是一种很超前的经济思维。 用宗教信仰为经济行为做背书,用经济关系捆绑宗教关系,风筑火势,火界风威。 迫切改变命运或者有发财梦的人纷纷购买了天理教的基金为未来投资。 一切都很好,就是回报时间不确定,只说是将来。 将来有多久呢? 可能下辈子。 随着势力日益强大,坎挂教逐渐一统的直立,之后林青更上一层楼,提出八卦总该皈依的口号,着手统一整个八卦教。 八卦教由顺治年间的刘佐臣创立,分为钱,坤,离,坎,镇,对,更,逊八支,每支自成体系,互不同属。 经过一系列接触谈判,林青与河南镇挂教首领李文成和山东离挂教首领冯克山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团队势力越大,首领野心越大。 享受到一呼百应的快感之后,就有了主宰人间的妄念。 红教主在今天只有几千人时就迫不及待穿龙袍,就是这个道理。 当教主不是林青的终极职业目标,他要造反。 1812年春,林青驾临河南华县,主持召开了天理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道口会议。 道口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三大议题。 一是成立天理教,二是制定革命纲领,造反计划, 三是革命成功后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安排,分配革命果实。 造反计划,嘉庆18年,1813年,9月15,就利润8月15,中秋8月,8月中秋。 直鲁域三省六十四县,同时武装暴动。 李文成和冯克善,各率领布众劲敌敌金基,与林青会合,进攻北京。 散回后,各回各家,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1813年9月初二, 华县知县强客节获知天理教准备造反的消息后, 果断逮捕了以李文成为首的24名天理教头目。 事已至此,冯克善决定提前造反, 9月7日,冯克善率众救出了李文成,占领了华县县城。 奇异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河南东北部,直立南部, 山东西南部的多个县发生了天理教武装暴动, 奇异来势凶猛,声势很大。 嘉庆皇帝急忙命令直立总督河南巡抚, 山东巡抚会交奇异。 山东的奇异军很随意, 无组织无纪律,洗劫村庄, 抢劫商铺,搞到财火之后一晃而散, 最后被清军轻易捕杀。 河南的奇异军有组织有纪律, 但没什么眼光,拿下几座县城之后就归缩不动了。 乡土情结重,不想挪窝, 主要领导人的房产、田产、关系都在家乡, 舍不得扔下。 舍不得扔下就带到棺材里去吧。 清军立即包围了座椅代毙的奇异军, 成全了他们。 直立的奇异规模很小, 几乎弹指而定,不值一提。 林青不知道河南、山东提前暴动, 一切按原计划来搞。 林青打算拉上几百人, 直接杀进紫禁城。 太监留得财不同意, 皇宫地方狭窄, 几百人不好混进去, 混进去也施展不开, 而且首领等人都有村坊跃迹, 刀枪不入的本领, 根本不必兴师东中。 最终二人商定了二百人, 兵分两路, 陈爽带人一百人攻打东华门, 陈文奎带一百人攻打西华门, 两路均有数名太监引路配合, 队伍以奉天开刀的白旗为标志, 暗号为德胜, 同时任命陈爽为前敌总指挥, 林青坐镇郊区宋家庄, 等待直鲁与大军到来。 为什么敢直接冲击皇宫呢? 无他, 腐败而。 成平日久, 大清的攻进守卫和诸多制度, 此时已形同虚设, 太监们把亲戚朋友带进宫来耍一耍, 已成常识, 皇宫那么大, 皇上三点一线, 管不了那么多。 9月14日, 陈爽率领200名天理教教徒, 半成商贩, 混进了京城, 潜伏于酒寺, 客栈, 茶楼等场所, 并与宫内的太监取得了联系。 15日中午, 陈爽带队来到东华门外, 不曾想与往宫内运煤的人抢盗, 双方发生冲突, 打斗中, 天理教徒随身携带的兵器被暴露, 守门护军察觉有意, 急忙关闭城门, 最终只有陈爽等几人冲了进去, 剩下的人几乎一哄而散。 皇宫那么大, 几个人进去冲击能又干什么呢? 又不是超级忍者。 更搞笑的是, 引路的太监刘德财还从几名教徒中拉走两人, 要去弄死太监督领事常永贵, 原因是常永贵曾欺负过他。 常太监是负责宫内警卫的, 岂能没两把刷子, 结果刘德财等三人反被拿下。 剩下的陈爽等人几人值得折服宫中。 西华门这边, 由于没有节外生枝, 陈文睽带的一百教徒冲进去了七十几人, 他们杀死守卫, 反观城门已聚官兵, 之后向上一间冲去, 一路佛挡杀佛, 人挡杀人。 为什么去上一间呢? 和上面一样, 引路太监杨敬忠与上一间的人曾结下梁子, 他要报复。 当杨敬忠领着一干教徒从上一间出来, 冲到隆宗门时, 大门已经关闭, 几名身守好的教徒翻上廊坊, 爬山墙头, 企图翻墙而过, 杀入养心殿。 养心殿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不过此时养心殿没有皇上, 只有皇辞子敏宁。 天理教徒冲进皇宫时, 敏宁正在上书房读书, 得知消息后, 敏宁命人关闭皇宫所有大门, 找官兵入宫护驾。 他自己则拿上刀剑, 火枪, 带领侍从和一干太监, 赶到了养心殿。 眼镜教徒就要翻墙而过, 敏宁拿起火枪, 砰砰两枪, 干掉了两个翻墙的人, 贝勒明智也用火枪击毙一人, 墙后的教徒被镇住了, 不敢再冒险翻墙。 由于表现杰出, 明宁后来借了嘉庆的班, 也就是道光帝。 斩首行动就是要速战速决, 不给敌人反应的时间。 天理教徒磨磨蹭蹭, 清军那边就有了调兵的时间。 宗亲大臣们带着武装家丁赶到了城隍庙, 镇国公警号则集结了一千名火器营的官兵, 两队人马回合后向宫里杀来。 关门打狗, 天理教徒杀伤大半, 其余的四散奔逃, 有的绝望自杀, 有的隐匿在偏僻处。 天理教起义此时已经失败, 清廷启动了收望行动。 官兵开始地毯式搜索皇宫大内, 清角落网之余, 隐匿的教徒被依依捕杀。 同时, 常永贵也对宫内太监进行了调查, 最后挖出了七名太监嫌疑人。 十七日, 获知消息的嘉庆皇帝, 当时嘉庆在承德回京的路上, 命令加强京城九门巡视, 爱家爱户排查, 秦补逆匪即可疑分子。 国家机器一开动, 破案效力其高, 根据天理教徒的口供, 清军又抓捕了几十名天理教徒, 坐镇宋家庄的林青也被轻易拿下。 十九日, 嘉庆回到京城, 狠狠鄙视了前来赢家的王公大臣, 出人意料地下马, 慰问了在路边执勤的士兵。 关键时候, 还是镇的好战事靠谱。 当天, 嘉庆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颁发, 欲变罪及兆, 就天理教徒暴乱一事做了说明和检讨。 在这一封诏书中, 嘉庆总结性地回顾了白莲教起义, 直鲁于天理教起义, 以及刚刚发生的天理教起习皇宫事件, 表达了自己一心为人民服务, 却遭人民仇恨的疑惑, 深感自责。 但是, 出了问题总得找原因啊, 皇上是不会错的, 问题只能在下面找。 嘉庆话锋一转, 把问题的癥结归结到了大臣们殷勋戴丸上。 也就是, 大臣们没有认真学习我的讲话精神, 没有用心领会我的治国理念, 没有切实贯彻我的大政方针, 一个个都是浑浑噩噩, 混吃等死, 才造成了这个千古丑闻。 最后, 嘉庆告诫文武百官,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滚蛋, 千万不要施味素餐, 给朕抹黑。 虽然嘉庆把锅甩给了大臣, 但是从下最挤兆这件事来看, 嘉庆还是有担当的, 毕竟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勇气公开问题, 承认错误的。 从造反的技术的角度来分析, 林青策划的这次起义漏洞百出, 成功的可能无限接近于零。 首先, 起义的客观环境不利, 康乾盛世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大清并没有出现严重天灾人祸, 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 就没有起义的土壤, 水小了, 翻不起大浪。 天理教起义时, 植鲁玉交界处发生了旱灾, 但是规模不大。 其次, 宣传组织统战工作不利, 宗教宣传太世俗, 太功利, 忽视了对人精神的控制, 没有培养出大批狂热的, 舍生忘死的教徒。 组织涣散, 从起义过程中, 教徒几次一红而散, 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伙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中。 统战乏力, 队伍数量严重不够, 质量也堪忧, 几个小太监力量太有限, 成不了气候。 总之, 完善组织机构, 强化军事训练, 制定可行的战略方针, 找到可靠的盟友, 革命的三大法宝林青一点也没有掌握。 结果就是, 起义远远没有形成一呼百应的效应, 严肃的造反, 搞成了滑稽的闹剧。 同样是宗教外衣下的农民起义, 两相对比, 太平天国不知比天理教高到哪里去了。 从大方面讲, 林青的想法从头到尾都不对, 他的想法是, 九月十五往京中闹市, 官兵们措手不及, 必能得手, 我们聚了京师就好说了, 我们聚了京师, 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幼稚的想法和认知, 怎么能指导出胜利的果实? 假想一下, 林青的两百人成功控制了皇宫, 又能怎样? 不说家庆不在皇宫, 即使家庆在皇宫被活捉, 林青又能怎样? 邪天资已令天下吗?